大家好 我叫赵燕丰 32岁 来自北京 赵燕丰 欢迎你 你是随缘呢 还是自己选呢 自己选 24位女生对赵燕丰 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2号 男嘉宾 你好 我觉得你特别的骨感 估计应该是灯光的问题吧 不好意思 21号 我的感觉跟2号女嘉宾恰恰相反 我觉得男嘉宾长得一张明星脸 有点像 从我这个角度看 有点像余文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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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认识很多明星 在我这个本子上 我们导演写了几个提示性的词给我 说他长得一张非常纠结的脸 说发型有点像黄晓明 下巴像吴燕祖 又有点像余文乐 长得比较乱七八糟的 好 来 看到第一条片子 我叫张亦峰 在一家镜头厨房电器 做平面设计师 主要负责公司电器的海报 及宣传册的设计 生活当中其实我很安静 甚至有一些腼腆 常常陪着我有两个最好的朋友 一个是用了多年的相机 我用各种各样的镜头 记录生活 另一个是我家的抖沟 我每天把他嬉闹 但他陪着我度过 很大部分一个人时光 说去我的兴趣爱好 其实也比较简单 每周去三次健身房锻炼身体 最近喜欢去一家讨医店 做一些小玩意 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 看着一堆泥土在我手里 一点点变成自己想要的东西 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对了 我喜欢穿衬衫 我觉得穿衬衫舒适 以前也挺爱打扮 爱感潮流 现在的想法改变了很多 我更就这种简简单单 虚舒服服的感觉 你刚刚威斯亚里面 那个胳膊在那个椅子上一搭 就感觉就是一个骨头包着皮一样的 我想问一下 是不是你这种身形的男生 骨头包着皮 这是什么造型 皮包着骨头 螃蟹知道吗 肉长在骨头里边 7号 我看你威斯亚上面养了一个狗 那你是喜欢那种腼腆型的狗 还是每天像打了鸡血一样的狗 我喜欢像打了鸡血的 我也喜欢 5号 我觉得男嘉宾比较成熟 你建议老刘吃嫩草吗 因为我比你小10岁 因为我比你小10岁 但是我觉得年龄应该相差在 5岁之内应该还行吧 因为我比你小10岁 因为你太小了 你建议吗 我以为她是老牛 她是嫩草 搞了曼天她自己是嫩草 然后我看曼天 我想她看不出来 她也不像 但是我还真是第一 比较少的听到真有老牛建议 我觉得可以先观察一下 因为之前的条件来说 这也得分 不是绝对 但是我是希望能找一个 就是在5岁以内的 5岁之内 对啊 对吧 所以也分那个牛多老 草到底嫩到什么程度 这都是有底线 对 来 我们看下一条片子 有句话说 男人在遇到女人之前 都是头驴 但经历过几个女人 会变成白马王子 我理解为 男生需要女生的调教 才会变得更成熟 我有过三段感情经历 每一段都能让我成熟 第一段感情 我不太顾及对方的感受 女朋友生病了 我没有陪着她去医院 我和朋友在外面玩 会撒谎说自己在单位加班 第二段感情 我又不会哄女生 比如说我和她 约好八年钟看电影 我加班迟到了 她会发脾气 但我当时觉得 的确我是在加班 又不是故意的 就觉得有点理直气壮 不看就不看吧 如果这些感情 能再来一次的话 我会多些包容和理解 我不喜欢和异性朋友 有很多暧昧的关系 不喜欢有备胎 也不喜欢被备胎 我需要找一个真诚的女生 不管脾气好坏 能够跟我有一个共同目标 一起开一家餐饮店 我做老板 你做老板娘 你点菜 我给你做 每天简简单单 幸福快乐就好 十八号 男嘉宾 你好 你上场给我的感觉 声音很低沉 然后干什么事情都慢慢的 然后片子里也是喜欢逃逸 然后喜欢养个小狗 然后我就觉得你特别像一只 在睡午觉 我晒在太阳的小猫 我声喊 我说话大声 我都惊扰到你的感觉 又感觉你像是一个小老头 然后每天过着自己 想要的四合院生活 我就想问你生活中 会有激情的一面吗 我觉得激情不在于 说话需要多大 我不可能说一上来 每个人性格不一样 明白 谢谢 然后我特别赞同你片子 一句话说 其实男人是经历过女人之后 会从驴变成白马王子 我觉得是从男孩变成男人 我觉得我来讲 我也想找一个 有一定恋爱经历的人 在他这种学校里面学习 大家都想找有经历的人 那些没经历的人好惨 慢慢来嘛 对吧 13号 就是您平时会生气吗 您生气是什么样子 我很少生气 如果一个人热我生气的话 我就不会再原谅他 他生气起来就不是人 吓死你了 我们来看朋友采访 上中学的时候挺招人带人的 可能是因为长得帅吧 经常有女孩给他写新书啊 然后这个从楼下走过的时候 经常有女孩尖叫 为什么他这两年 没有到女朋友呢 我们在想 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 长得没那么帅了 他非常的细心 总是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及时地出现在你的身边 其次呢 他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 对身边的朋友呢 平时说话都不会很大声 作为他的女性朋友呢 我想给他一点建议 碰到喜欢的女孩子的时候呢 应该积极主动一些 现在女孩子也比较喜欢 你能听一些欢音巧语 恭喜你 进入到了男生权利 有请5号 23号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赵燕峰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 12号 看大屏幕 三个女生的十项基本资料 你选一项继续了解 规范阵容 来 我们看一下三条短片 这是我的卧室 就一张床 这是我的衣桌 这里面有我衣服 这个臭镜头 放的化妆品呀 我的小夹子呀 我平时最喜欢 待在这个房间里了 你看四个化妆 哪不是我画的 这是我的文房四宝 我平时都在这边念字的 看这里有好多书 你看 这本的 这本的 我都没有读过 我的房间 大家可能一眼就能看出来 比较简单 比较干净 很清新 我的衣服很多都是剥点或者是条纹的 我喜欢走小清新路线 大家看 这就是我平时的装扮 牛仔裤 T恤衫 还有外衣 浓重的这个休闲风 大家觉得我像三十岁的徐老师吗 是不是很像十三岁的徐同学呀 我每天睡前呢 不管多晚多累 我都读点书 这样子整个一天才算是完整的一天 好 看完三条短片 最后一个问题 在牵手之前 我希望你们能对我说一句话 让我知道你们对我的想法 好 对你的想法 牵手之前 是吧 好 来 5号 男嘉宾 你好 我觉得你比较成熟稳重 我比较喜欢这种大书级的 因为感觉比较有安全感 谢谢 12号 我觉得您是比较自信 但是您在 可能在跟前你有的交往中 您缺少一种宽容 包容 去为对方付出 谢谢 谢谢 23号 你的想法 你对今后生活的态度 跟我都差不多 我觉得还很合适 好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坚持选择12号 有可能会拒绝你一个人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 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位 想清楚告诉我们决定 我选择 黄衣服女孩 5号是吧 恭喜你 恭喜男女嘉宾 获得了我哈哈一减块钱 幸福牵线提供的爱心海支持 恭喜男女嘉宾获得了 京东网络商人提供的护肤大礼包 决定美丽严重 只要你每天都想着我 祝福他们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